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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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能听到它的声音,有点尽是天言天儿,但实际上是由定功引发的一时之见,它不是永久性,所以不是天言天耳两通,有点像是。 又,就是前面八种讲过了,地球又有一种与此心,就是用这个反文文字性的用心,研究生源,因为妙明真心啊,众生本有的妙明真心,其身无底。 所以叫做深。妙明真心的深,多深啊,没有底子,就可以知道它有多深了。 有多远啊,远而无底,所以叫做远。没有编辑啊。 既然没有编辑,所以妙明真心的妙境啊,它是又深又圆。 现在反文文字性,或者是修任何法门的人,正在下功夫,用智慧去观察,去研究。 研究啊,就是修持,就是修观。 啊,想要进到这个妙明真心的最深之境,跟最远之边境,所以叫做远就生源。 由此,由此可以知道,所惯的境界既然生源,能惯的智慧也就生源了。 因此,功夫下到极点了,突然之间,他会看到远方的事物。 所以经文说,夫于中叶,遥见远方,突然之间,夫,无然无故。 突然之间,他能看到,在这个中叶的时候,中叶是半夜了。 例如说现在的十二点钟。 突然之间,在到中叶,他能遥远地看见远方的事情。 例如,市、景、街、巷。 市是都是人家做买卖交易的地方。 景啊,在古代都是挖地为景,取随而用。 所以古代有规定几家共用一景的这个制度。 所以有这个景的说法。 街是街道,像是小像。 看到一个都市里,市景、街像,各种事物,都能看到。 还同时能看到他的六清见书,清族,清族见书都能看到。 也就是说,其他的人他照样可以看到。 但是其他的人他不认识,没有什么作用。 他能看到他的清族六清见书,他都能看到。 那么看到自己的见书有什么事情,情况,他都能够见到。 这是摇见。 或闻局仪,或者还能听到他讲话。 这就很像天儿童了。 还能听到他的清族见书啊,在哪里跟人讲话。 会发生这种事情。 各位知道,有原因发生在讲义的人。 你看看那个讲义啊。 讲义的第1379页,卷书第22卷。 在1379页,就是1379页那个地方。 讲义引用这个正脉的说法。 就是说,任言正脉里面,他有这么一段事情在说明。 说,他这个正脉的原文说, 河南长生在路,偶然定作,附近乡间世今晚然。 见其凶雨露,被关在打。 此时百度,继其时日不久,乡人之路,问之,乃风好不爽。 这是说明啊,这个杜正脉的焦光针见大师, 他曾听到这么一个事情。 说,河南的地方有个出家人, 而他的哥哥在路州。 这个路啊,回去查讲义就可以知道。 这路是山点水的路。 山点水加上这个道路的路。 这是地方名,叫做路州。 路州是在山西。 在山西路州的地方啊, 就是这个出家人的,在哥哥住的地方。 按照这个文字啊, 并不好懂。 我顺着一个意思把它说出来。 他的意思是说, 河南有一个出家人, 河南有一个出家人。 那么他路州啊, 有一个这个亲族哥哥住在那边。 而在静坐的时候啊, 突然之间会看到看到路州的事情。 路州的事情一切晚然很清楚, 看过清清楚楚。 而且看到他的哥哥啊, 在路上, 马路的路上, 在马路的路上啊, 被当时的路州的官啊, 贼骂他, 还打他。 这个事情给他看到了。 啊, 骂的文词他没有说出来, 不得而知。 是不是听到。 啊, 但是答着情况他都看到。 啊, 而这个事情是摆天的, 不是晚上的。 按照这个时日, 当时他什么时候看到。 啊, 那么不久之间, 有河南的人啊, 去路州啊, 啊, 托他去问这个事情。 啊, 果然事实有这种事。 就是说, 他的哥哥被关打, 被关贼骂。 啊, 是摆天, 在路上。 这个事实完全相同。 那么就是显示, 这个出家人所讲的话啊, 是实在。 而是他亲自讲, 亲自看到, 啊, 这好像是突发的天眼瞳一样。 啊, 关于这个文字啊, 他引用的这个文字写, 河南长生在路。 那个长生的长字啊, 什么意思不得而知。 那么后人呢, 后人的读解, 诶, 有两家都引用这个正脉的文字, 这话。 啊, 灌顶书, 灌顶书, 他也引用这一段文。 但是, 他把那个长字去掉了。 他写成, 河南有一生在路。 生字有标点。 他写成, 河南有一生在路。 那么那个长字就没有什么意思啊。 所以灌顶就把这个长字散掉了。 只说, 河南有一个出现人, 而应当这个出现人呢, 他的哥哥在路周, 出现了一件事情, 是这样的。 而执张也引用这个正脉的话。 或者执张也没有用上那个长字, 就是河南生在路。 没有一直, 那个长字也把它散掉。 那么这样子一看就了解了, 哦, 河南啊, 有这么一个出现人, 他在路周啊, 应当是这个偶然定座, 是在他在河南定座, 不是在路周定座。 这个不要改了高通。 你看, 文字好像会误会, 因为偶然定座是在路周。 应当不是的。 他应当的意思是说, 他在路周有个亲戚, 哥哥。 而他在河南住的地方, 偶然定座的时候啊, 看到他的哥哥在路周啊, 就是山西的路周, 被关贼骂, 又被打。 出现人在河南, 看到山西路周的事情。 那么这就是, 静怡突发的千言通。 啊, 那么, 这个人必定是过去生啊, 下过功夫, 有相当的定力。 所以他一打坐的时候啊, 会有种种的境界显现。 关于说到讲义啊, 他在这一段地球的文字里面, 还有一个问题存在。 他在注节里面啊, 这个地球的小题目, 叫做摇见摇文。 可是他这个注节开头第一句啊, 此地球望见望文。 跟他原来这个前面的小题目啊, 对不上。 不一样。 是觉得很奇怪。 因为他前面八种啊, 这个注节的头一句的文字, 跟前面的小题目都是相同的。 可是他这里不同了。 嗯, 小题目是摇见摇文。 而他注节上是望见望文。 为什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呢? 我想, 他老人家, 可能是被这个第十的小题目搞分了。 因为这个第十的, 第十的小题目啊, 他是借用宝禁的。 叫做望见望说。 第十叫做望见望说。 他还没有到第十啊, 第九就望起来了。 可能是一直发生的错误。 啊, 就是逼物嘛。 所以这个地九望见望文啊, 应当没有改做他原来的摇见摇文啊, 才能够配合。 这是一个。 接下去他引证指掌的解释啊, 也闹了一个错字。 他接下去, 研究深原则指掌疏云。 他引用这个指掌的文字。 啊, 望就妙明。 那个望字就不对了。 虚妄的望。 那个望字不对。 怎么不对呢? 呃, 指掌原文不是望字啊。 你既然是, 既然是引证指掌嘛。 指掌写的是, 研究妙明。 研究, 不是望就。 啊, 为什么叫做引用啊? 啊, 引用就是按照原文引下来。 如果按照这个指掌原文引证下来啊, 我们看起来比较容易懂。 指掌原文是这样写的。 呃, 呃, 这个,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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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明真心啊, 周圆无地, 横树无垠。 故, 又一观照之心啊, 呃, 研究妙明。 原文明明明是研究妙明。 他拢个望就。 啊, 望就跟研究是不同啊。 啊, 啊, 望是希望的。 怎么说, 他在修持下功夫叫做希望吗? 这不能随便自己改啦。 他原文是研究妙明, 以求深渊之敬也。 呃, 他指断章取义, 只写说, 呃, 呃, 尚旧妙明, 以求深渊之敬也。 呃, 他没有把前面那一段的解释把它引证出来。 这就成为断章取义。 断章取义在这里是不合理的。 那要把全文引下来, 人家一看就了解了。 可是你自己又没有办法把它加以解释。 而只断章取义起了后面这句句, 我觉得这也是它的缺失。 呃, 呃, 这一段是说, 因为他下功夫很深远, 所以他好像突发的天眼通, 下眼通一样, 能看到远方的事情, 听到远方的话。 呃, 为什么会这样啊? 经文说, 使命迫使逼其回处。 因为他逼迫他的心去下功夫。 逼得自己了, 他的心力啊, 就会飞出去。 飞出去啊, 这个飞出去就是光照出去。 并不是说, 我的心啊, 拨一出去, 不是这样, 是光照出去。 它是用力一修为, 反文的功夫越深, 反照的功夫越大, 那么就是这个光啊, 突然之间会照到很远的地方。 啊, 以他有关系的地方, 要发生出来, 他就能够看到。 所以叫做, 故多歌见, 歌是歌爱。 想想, 刚才正麦所音的那个, 出现那个故事。 从河南, 看到山西。 啊, 如果有去过大陆的人就可以知道, 河南省, 山西省, 相距很远。 啊, 从河南到山西那么远的地方, 中间的歌爱东西啊, 多得不得了, 无论是山、 水、 人、 物、 房屋等等, 都会有歌爱。 可是这个歌爱, 歌不了它, 它照样能够看到。 所以说歌见, 愣眼睛的文字啊, 非常非常简单。 歌见, 指歌爱很远啊, 照样能够见到。 要自己叠字去解释啊, 才会懂。 这么一看就明白了。 哦, 在要破身孕的时候, 会有这么一桩事情。 偶然会发现。 但不一定是由, 看个人的这个根性啊。 这个不是圣证, 非为圣证。 如果你认为这是圣人证境界, 哦, 不得了啦, 我有这么出圣的境界, 那就很危险。 啊, 不得圣证, 明善境界。 你不做圣证之心, 那是一种好事。 就是显示你的圣印啊, 将要破了。 啊, 慢慢啊, 呃, 要去向于破圣印完成之后, 再进一步要破圣印了。 啊, 啊, 如果你, 呃, 做圣证的话, 那, 群学就会进来了。 若做圣证, 接受群学。 如果你, 认为你已经见到圣国, 那你就会受到这个邪, 邪法侵入, 呃, 发生严重的问题。 啊, 这是第九。 第十。 呃, 在讲义啊, 叫做妄见妄说。 呃, 在这个, 呃, 正脉啊, 他叫做见善之士。 呃, 讲义的妄见妄说, 他本来是采取这个保定书的。 保定书第十语也叫做妄见妄说。 呃, 呃, 文句, 偶一大师叫做邪心寒寒昧, 妄见妄说。 多了前面四个字。 看出经文。 由于此心研究荆棘, 见善知识, 寻其便宜, 少显无端, 种种天改, 此名邪心寒寿痴昧, 或照天魔入其心腹, 无端说法, 通达妙语, 回回圣证。 不多圣语模式消解, 若多圣诀之处全学。 呃, 十个魔镜当中, 已经讲了九个。 这第十语啊, 问题就是, 呃, 越来越大。 呃, 破圣语的功夫将将要成就。 呃, 这个第十语这一经, 如果能够度过的话, 就是能够破除这个圣语的境界。 又一次性研究经济, 就是经是专一, 即是到达极端, 极点, 就是身影将破的境界。 研究就是修行。 见善真是形体便宜, 这一句话, 很不好了解。 往往会被人误会, 因为是看到别人的善知识, 不是自己。 而按照正脉的解释啊, 正脉这一句解释很好, 后人都引用。 他说, 这个所谓见善知识啊, 不是见到别人, 而是见到自己做善知识。 见到这个修观的人啊, 修反文的人, 要破身影将破的人, 这个人自己为善知识。 这个善知识是他自己。 而他自己的善知识之心啊, 会有种种的变现。 形体便宜, 形是身形, 体是体质。 就是这个人, 他的身体会发生变化。 发生什么变化啊? 有的时候突然之间, 他看到自己啊, 就是佛。 看到自己本身就是佛。 有的时候看到自己啊, 就是某某菩萨。 就是菩萨。 有的时候觉得他就是某某人, 某某善知识。 啊, 会发生这种各种的变化。 变是千变, 亦是改移。 啊, 因此他时时都在改变。 少前就是短短时间, 无端, 无缘无故, 种种千变改, 种种千变改移。 啊, 使这个身体啊, 变来变去。 这是为什么呢? 身影僵迫。 身影僵迫。 身影僵迫在这个身体的身影世大, 会发生变化。 发生变化, 会变种种形象。 那么就是他过去所造的业力啊, 他会这个时候都发现。 啊, 是他, 如果学过佛, 知道佛法, 那么他就会现佛身, 现菩萨身, 现圆觉身, 现身闻身, 都会。 这很危险。 如果你认为你, 噢, 不得了, 我会现这些。 那一位是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隐身, 那就很容易着魔。 因为它沿eties的大 istedi车绅后 partition。 这可是我们的形容。 原本不可以。 比较为他不 recruiter了。 甚至那辈 nine ruled那样的 Training, 你有 représ 패三十四十八五百两三十四十三十五百八七十五百一十八十十五百八百九emic。 奥那这 Joséoit却是 having to communicat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代替购买 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 端午佳节亲子活动 大手拉小手 香包手作客 羊毛沾香包 材料使用费100元 工具老师提供 招生对象与人数 10人满班 7岁以上大朋友小朋友 一个小朋友可由一位家长陪同 日期6月22日星期四 下午2点开始 地点东山吉祥书方 宜兰县东山乡东山路二段478号 03958 0286 03958 0286 03954 0455 03954 0455 报名方式 彩线上填写表单或是电话洽询 联络电话 03958 0286 03958 0286 03954 0455 03954 0455 慈悲至夜 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6月24日上午8点半 礼拜药师宝燊 恭请战山法师领众 下午2点 白财神法会 恭请慈人格西祖法 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 472号七楼 恰询电话 07221 2323 07221 2323 07282 0278 07282 0278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 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佛教中山书方 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佛教中山书方 赞江师父 阿宝大比较 赞江师父 我们刚这里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通常超度都是把我们做的善事 超度给我们的祖先 那我们如果透过这个方式 是否也可以帮助我们在世的人 去霉运 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是 我们之所以能够超度祖先 是因为我们帮祖先修功德 那我们帮祖先修功德呢 也是在同一本经叫 地藏经 地藏经里面讲到一句话说 我们帮祖先修的功德 七分里头他得到一分 我们得到另外的六分 所以呢 其实我们帮祖先超度 我们帮往生者超度 我们才是得到最多功德的人 那我们因为修功德 我们的命运也会改变 决定来说 你祖先没超度 然后呢你也不知道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一样过生活 然后可能生活就越来越差 但是呢你发现 可能我祖先没超度 或是我要去拜拜的时候 我希望我能够帮祖先做点什么 你会做什么 你会去诵经 你会去供佛 你会去念佛 那透过这些修行 他就可以改变你的命运 所以我们是先透过修行 修功德 让我们的命运改变了 那呢顺便祖先也得到了超度 所以呢是地藏经里面讲说 我们得到六分的功德 祖先得到七分之一的功德 但是呢我们这个是在讲 修行修功德的 我们所得到的比例不同 而不是说我们真的把功德 分成一份一份 祖先拿一份 我拿六份 不是这样的 是讲说我们现在 我们帮祖先修功德 我们可以得到最大的利益 我们得到最大的帮助 那我们有功德了 有佛法的力量之后 没运就没有了 我们就改变了命运